大家好,我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怎麼用Bash的ShareScript來製作一個新的ResourceTyper給康克斯斯亞用 左邊是SLIDE的QR Code,右邊是QNN的QR Code 我是誰?我是世源,斜槓的一些社群的身份跟相關的工作 我是VIM的使用者 主要在用的Social Network是Perk 那什麼是Conquest CI呢? 這是它的官方網址 Conquest CI 就是對我來說Conquest CI 其實就是用主要就是用YAML來畫PipeLine的CI 那這裡是它這個CI的本身的介面然後用來管理它自己的Software 那麼可以看一下就是像這樣的一個PipeLine呢 這個黑色變成灰色的部分就是所謂的Resource 然後這個綠色的部分就是所謂的Job 那這邊就是Conquest CI 最主要的一個使用上的概念就是 Resource會去Trigger Job做事情 然後它們可以串接起來 變成一個視覺化的呈現 那再複雜一點的圖 也可以弄得出來 像 Conquest CI 它本身的 產品的整個開發測試到Release的流程 也都是在這裡 可以看到 好 好 先這樣 那一些使用上面的條件限制就是 它只支援Duck的Container 然後另外是它只支援MD64的架構 那它的PipeLine並沒有支援If-else的分子 然後 你必須要熟悉 YAML的語法 那你如果要寫 Resource Type的話 就是你也要熟悉 Jackson 的預防 然後他的學習的曲線相當高 這是官方自己說的 那 更多的簡介可以參考另外一份簡報 那這邊就不多說了 那接下來的所有的 範例都可以在 GitHub上面 我 我自己的那個 一個Conquest demo的report上面 找到 在那個CostCop branch裡面 好 那我們首先 來介紹一下 另外一個 我自己寫的一個 叫做WebDev的Resource WebDev就是一個 利用HTTP Protocol來 實現一個 網路儲存裝置的一個 協定 那 它的使用的那個PipeLine 現在會長得像這樣子 就是 左上角這邊 有一個 硬碟儲存icon 這個是一個 Demo Storage 那它就是一個 WebDev的Storage 上面的某一個 路徑底下的 檔案 那 這個 我幫助icon 就是 它是一個 我們等一下在這個 Check Demo Message 這個Job裡面 會使用的一個環境 那它的PipeLine的寫法 就是這樣 就是 我們首先要自己定義一個 叫做 WebDev 的 Resource Type 然後 它的Type 就是一個 Registry Image 這就是它內建的一個 Resource Type 然後這邊就是 Registry Image 然後它的Source 就是 Source就是它 給的設定 然後裡面的 Repository Github上面的一個 Registry 然後這是我 之前寫的 WebDev的 Resource 然後我這邊 給它一些 Default的設定值 像它的Domain 是在WebDev UserName Password 然後它沒有使用SSL 那 Resource 這邊就 因為上面你已經定義了 Resource Type 一個新的WebDev 的 Resource Type 那下面的 Resource就可以把 把這個WebDev的Type 拿來使用 然後這邊就 給它一個 Icon 那這邊是我們 Material Design的 Icon 那 呃 在這個 WebDev上面 我 我給它一個 另外一個設定 就是 Path 就請它到 剛剛這些 這個Domain 底下的 Demo的這個 Path裡面 去把下面 所有檔案都抓出來 那這裡 Ubuntu Focal Regist 就是 就是 一個Docker的 的 這樣子 然後它的 Icon 就是 Ubuntu 然後我是要 Focal的這個 Tag 那這邊 會從那個 Docker Hub 上面直接去 下載那個 Ubuntu Focal Docker的 下面使用 那接下來 就是 要 定義說 這個 Pipeline裡面的 那這邊就是 有一個名字叫做 Track Demo Message的 一個Job 然後 它做的事情 就是它 首先它會去 GET Ubuntu Focal的 Image 然後接下來呢 會去 抓 Demo Demo Storage Deg 的那個 Web Dev的 資料 然後這邊有一個 Trigger True 就是說 當這個 Resource 它有變化的話 它就會去 Trigger這整個 Job 來做事情 也就是說 嗯 等一下再講 Task 這裡就是 我們 真的 實際上要做的事情 就是說 我 使用這個 Ubuntu Focal的 Image 然後 給它一個設定 說 我要把 Demo Storage 這個 目錄整個 抓進來使用 好 那 這些 GET PUT Task 可它們之間傳遞 那個 資料的方式就是 是整個 Folder 傳遞的方式 然後 這個 Input 過來就是 我們 Input 指定 Demo Storage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使用這個 Run Pass 去執行一個 一個 一個 comment 然後 說 我要Cat Demo Storage 下面的一個 Message 的答案 那 這個就是 整個 Pipeline 的 一個 設定 好 那我們接下來 來Live Demo 一下 首先 我去把 那個 Conkers Demo 的那個 有那個 Dark Compose 的設定 把它 啟動一下 於是 我就可以 在我的 Local Host上面 去找到它 好 起來了 那 畢色的 帳號密碼 是Test Test 好 就登錄進來 可以看到這邊 就是什麼東西都沒有 很乾淨 好 那接下來去 這個 Demo Webdev resources 來看一下 那這個就是 剛剛提到的 Pipeline 把它 進去 那這個就是 它的 整個 Pipeline 的樣子 那我這邊 要等它一下 它在檢查 它在抓一些 resource 的那個 那個 image下來 使用 然後再去做檢查 第一次 使用都會去 download一下 那個 Dark的 那之後就會 重複使用 那些 Dark的 image 好 這個五光度FOCAL已經 下載好了 好 那我們可以稍微等一下 它就會 它就 它就 它第一次 因為這邊 我們有在 YAML檔裡面 寫 Trigger 等於True的關係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 視線 就代表 它會 就是這個 Demo Storage 有任何變化的話 它就會 去 驅動 整個 Java 的執行 好 那這邊是一個 Message Logger 的內檔 那我可以看一下 這個其實也是在 Conquest Demo底下的 一個目錄 的 Demo 好 好 那 可以把它 修改一下 然後再給它一個 日期 再回來看一下 咦 有沒有發現 它又被 自動的 就我更改 儲存之後 它馬上就自動的 被 驅動 這就是 一個 最基本的使用概念 就是 Resource有變化的時候 它就會 驅動這整個 Pipeline的運作 那這邊要特別注意的事情 它會使用一個 Digist 的一個 特徵值 來辨別 這個 Resource內容的 不同 這樣子 那我們等一下會再提到 這個 Digist 在 我們的 Focal的 那個 Image這邊也是有 同樣的內容 好 接下來 我們就是要 開始想辦法 實作一個簡單的 HTEP 的 Resource 那 我們的目標 是說 我們要去 監測某一個 HTEP 上面的檔案 當它的內容 有所變化的時候呢 我們就去 能夠 利用它的 那個變化 來 Trigger我們的 整個 Pipeline的 Job 的 執行 好 那 首先我們可以 用那個 Python3 裡面的 HTEP Server 模組 去啟動一個 本地端的 HTEP Server 然後 可以在 當下 目錄 直接去 用 Data 把它 內容把它 弄到Messaging Log 接下來 我就可以用 Curl 去把 這個 這個檔案 給抓下來看 那我們 在那個 Conker CI裡面的 那個 YAML Pipeline 寫法 可能就是 我們會去定一個 新的Type 叫HTEP 然後 它 就模仿之前 那個 Web Dev的寫法 然後 給它一個 UIL 它就直接去用 Curl 去 去抓 它的內容 好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要看到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 決定 那個特徵值呢 那 Curl它有一個 head的 那個 參數就是說 可以直接抓那個 HTEP 的檔頭 這樣子 那我們就看 這邊 它的檔頭就長得這樣 那這個好像 似乎可以 拿來當作 一個 特徵值 所以我們就 就可以把它 在 Pipeline 倒到 SHA256上 來幫它算 一個特徵值出來 這樣好像 似乎是一個 可行的做法 但是 實際上這個 這個 你直接把整個 檔頭 把它拿來算 SHA256上 好像 不是 就是 不是那麼固定 因為它每次執行 它都會變動 好 那這時候 我們就是 這就是重點 就是我們要 去找出 裡面 沒有變化的部分 那 目前看起來 好像是 最後修改時間 跟它的 內容的長度 這兩個 兩個 兩個欄位是 固定的 好 那我們就 以這兩個欄位的 值來 來算 然後算它的 那個 那 這邊算 就是 就可以 固定 就這個會 比較固定 好 那 有了上面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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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小小的 study 之後 我們就可以 開始來 實作這個 簡單的 HTP resource 好 之前有提到 就是它的 所有的 resource 跟它的 task 全部都是用 Docker Image 來實作 所以我們 不免除就是 我們 實作 resource Type 的時候 也是要 準備個 Docker Image 那這邊就是用 Helpen 來 當作它的 一個 基底 這樣子 那我這邊 就是 會使用到 Bash 然後 JQ 然後 跟 Curl 這三個工具 那 JQ 是用來處理 Json 然後Curl 是用來處理 HTP的檔案 好 那我自己習慣呢 就是 我在寫 用Bash 再寫這些 Resource Type 的時候 其實我 只會寫一個檔案 然後 就是 其他兩個檔案 都 說不定可到 同一個檔案去 然後 在 在 這個 那個 這個 Share Script 裡面 我再去判斷說 我是怎麼樣 是 他是執行哪一個 那就是 你可以去判斷那個 Case 0 就是說 如果他是 他 那個 他的 0的 這個 參數 那如果他Check的話 就代表說 他是 他在 在 执行 Check的動作 那如果他是 印的話 就是他在 執行 Gate的動作 那如果他是 Out的話 他就是 在執行 Put的動作 那 就是 Gate跟Put都會有一個 工作的 目錄 那就是他會在 第一個 閘述 進來 這樣子 那 這個是一個非常基本的 Templator 就 就 可以 用來 那個 作為參考 你如果要實作 呃 用Bash 還是說那個 Resource Type的話 那 這邊 JQ 就是他 因為他的那個設定檔會從 Standard印傳進來 所以我這邊會把它 呃 就是 就是 Sort一下 然後導到一個 Temp Input JSON 然後下面之後就可以使用 那這些有一些 Pipeline的那個 那個 重置 設定 就 這邊就跳過 不講了 好 那個 首先就是 我們要剛剛不是 提到說 會把輸入把它導進來 那這時候就是 會利用 呃 JQ這個 這個工具 去讀說 呃 在Source裡面的 URL 的 內容是什麼 那 就可以把它讀進來 就是 就是 下面這一段 的 後面這個 部分 他就會 透過Standard印傳進去 那我們就可以在 呃 我們的 Squip上面 去讀到這個 這個 這個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就可以去 做一些事情 我們 就剛剛前面的研究 就是說 呃 我們可以用 Curl Head 然後這個 UIL 剛剛你讀進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 呃 把 最後修改的 時間 還有它的 長度 呃 然後把 錄進來 然後 做一下 Shout 256 上 嘿 然後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Json的內容 順便 就是有一個 Digit Digit 然後 Shout 256 這個 Shout 256 的值 剛剛算出來的值 就把它 弄到 Json的這個 變數裡面 那後面就是 會把它再 倒出來 那這樣就完成了 嘿 就是 就是 就是Track的這個動作 我們只是要 呃 去看說這個 Resource 有沒有變化 那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來就是 Download的部分 就是 Gate 就是 我們一樣用Curl 然後 它會把那個 Header 裡面有個參數 可以把Header Dump到另外一個檔案裡面 然後就可以重複使用 然後這個 這個 這樣就可以 拿到說 你把Header 放在不同地方 然後 然後 可以把那個檔案也抓下來 BaseNet會取 那個檔案的名稱 然後就可以把它抓下來 好 那這裡就是 Shout 256 跟上面的 Tracker的 Step的 內容是一樣的 那接下來 這裡是 我們會把 長度 也抓下來 然後 會把它 上次修改事件 抓下來 那這邊要特別注意 是 HTEP裡面 的 Protocol裡面 它會有一個 Dash R 這個 Return 的 控制資源 那要把它刪除掉 才不會造成問題 然後 我們已經拿到 Shout 256 它會有 Lens 然後 Multified 那接下來就可以 把它依照它的 格式 把它 準備好 它的 Json output 那這也是 它的版本 它版本 裡面 一個 然後 裡面是 Digit 然後 Shout 6 就是說 Get到的版本 然後我們可以 弄一些Metadata 等一下會再 給大家看 是哪個地方 那就是它的UIL 就是 這個UIL 的位置 然後 它的 Dash Multified 然後 Name Dash Dash Multified Value Multified 然後 Name Name 這邊是它的長度 Value 大概是這樣 Metadata 是一個Array 然後 Virgin 這邊是一個 Object 然後整個 包成一個 Json的 Object 就傳出去了 就這樣 我們這樣 就 始作 始作了一個 HTB的 Resource 那 其他的 始作的細節 可以去參考 官方文件 好 那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這個 Simple Resource Type 那我們 接下來就是 我們要來 Build這個 Docker的 Image 那我這邊就是 準備了一個 Simple Resource 6 6 6 7 8 6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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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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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9 9 它裡面在 Dr.Compost Up的時候 它也會帶起一個本地端的那個 Regist Image 的 Regist 那這個內容,就是它的拍拍長得像這樣 那內容我們就稍微來看一下 就是我這邊是去把 Conquest Demo 的那個 Git Report 把它 Download 下來 然後,我指定Coscoper Branch 然後,我這邊就是指定我這個本地端 事前準備好的一個Local Registry 然後,它的位置在這裡 然後,我給它指定一個名稱叫 Simple HDV Resource 帳號密碼都是 Registry 然後,我給它一個那個Insecure 去跳過那個 SSL 的那個檢查 然後,這邊也是另外一個內建的那個 那個,Resource Type 就是Duck Image 好,那這個Job 就是說 這個Job 就是說 然後,我先去把剛剛那個 Conquest Demo 先去Gate 它 然後,我去 monitor 它 如果它內容有變化的話 就會自己重 Build 這樣子 那我自己本身在做 Resource Type 的開發 它也是常用這種方式 來做一些自動化 它會幫我 Build 然後,可以把它測試 然後,就是 拿到這個 Conquest Demo 內容之後 然後,就把它 Put 到 那個 Resource Image 裡面 然後,就給它一個 參數 就是 Build 的 的參數 然後,它是去 去 Build 那個 Conquest Demo 的 Simple HTTP Resource 底下 的那個設定檔 然後,玩 Live Demo 一下 那,就是它會去 跑到這幕底下去 去 Build 那個 Dark Image 這邊的內容就是 我前面提到的 就是 沒有幾行 就是,大概其實 其實 就 加註解 也不過 73 行 然後,現在要把它 設定一下 不是這個 嗯 對 哦,那個 那個 PiPiPi在建立的 第一次都會去 抓一下那個 1米橘 所以會 會比較久一點 要等待一下下 是 好,這邊就準備好了 好,那就是我們的那個Docker Image已經Build好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去使用剛剛我們所建立出來的一個HTTP的Resource 那它的Publight長得會這樣講,這裡一樣是CheckMessage 然後這邊是它Publight內容,就是一個SimpleHTTP 然後它是一個Docker Image 然後它的Source是我們Local的Registry UserName Password 然後這邊就是 這個我訂一個Resource 叫做Message 給它一個Icon 然後它的Type是SimpleHTTP 然後這邊是 讓它去抓那個 Debian的某一個 某一個上 我放到這個位置的一個檔案 Costcop 21.0.0.0 然後這也就是 內容跟剛剛的WebDev大同小異 就是CheckMessage 然後我先把Ubuntu Focal找回來 然後Get這個Message 然後這邊也有True一個 T恤 然後下面它就是Track Input是這個Message 把它Input進來 然後後面我就可以去CAT它的內容 CATMessage 底下的CostCover 2021 好,那再來Live Demo 也是 剛剛已經設定好 在這個 Conquest Demo 底下有一個叫SyncHTTP 那一樣這邊就可以 把它Setup和PipeLite 起來 OK 等它一下 它這邊就是從本地端 抓那個 Duck Image 下來 抓好 抓好 這邊 它就 就這樣 它就去一個 好 那我們就 剛剛準備的 這個內容是這樣 就是 把這個檔案扣上去 好 再把它看 好,這邊也可以 把它自己 手動讓它檢查一下 這邊是抓的檔案 這邊是抓的檔案 Message CostCover 2021 好,它出現新的 好,它出現新的 然後又啟動了 我剛剛手動叫它檢查 如果沒有 沒有去手動叫它檢查 它基本上每一分鐘 你如果沒有設定的話 擺Default是每一分鐘會檢查一次 你也可以自己 設定 那個檢查它的間隔 這是 這是我剛剛傳上去的內容 我們可以看一下之前 這個 第一次執行它的內容是這樣 那這就是 整個 我們就 已經完成了用 Bash 來 寫一個新的 resource type 就這樣 如果有問題可以 再來討論 謝謝大家